市地重化与区断征收 促进国家建设发展需要 重要地震开发手段 谈到市地重化或者是区断征收 是我们每一位学地震 或者重塑地震工作的同仁 都非常了解说 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 从县法到土地化 到平均条例 这一系列的法治 基本的一个政策中心 就是要递进其力 递进其力的手段 就是靠区断征收跟市地重化 这两个重要的手段 重化跟区断征收 事前的沟通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事前在你计划 像我们当年的五年的 市地重化计划 或者区断征收计划 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计划完整 计划周详 计划在吸纳各界的意见的时候 越完整化 将来拟出来的计划越可行 也比较能够为民众所接受 自办私立重化 一直没有变 除了道路等 国中国小等这些实相的 共同负担之外 还有一些非共同负担 那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说民众的一些想法 跟法治的规定 那么有时候在自信库里面 会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市地重化 在地方的建设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业务 它是地震业务 但是关系到地方的发展 市地重化在执行过程当中 让民众公平的负担 消弭都市计划的争议 随着景气的提升 也会解决了很多一般政府 就是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困难 所以我说市地重化 是都市建设的推手 是都市计划的执行者 市地重化是一种 总和性的土地改良 那是属于地震部门的 一部分 当然属于地震的话 它是每一种地震业务 都有设类到 登记 测量 尤其测量的分量也很重 还有甚至三七五之约 各种地权 地用 都有设类到 所以办理市地重化 本身要具有地震的 一些专业知识 除此之外 它因为设类到都市计划 也是很重要 所以尤其在分配方面 必须要分配的土地 能够建筑 所以也必须要具有 都市计划方面的知识 才能够完成 才能够顺利地推动 这个市地重化的工作 是否计划方面的能够 做什么 是否计划 是否计划 的